我平常一般不会有刻意的去设计 然后我喜欢就是那种顺其自然的演出来 其实这两个人年龄跨度比较大 然后也是从小就是怀疾从小就陪伴着公主长大 他们的关系呢其实会一直随着时间 随着他们的关系而变化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对于怀疾来说 对于他们两个人关系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陪伴 对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因为对于怀疾来说可能最重要的 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陪伴在公主身后 对 不管有其他的什么样的感情 或者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事 怀疾一直都是想要陪伴在公主身边 因为《孤城壁》这个小说 它是以怀疾的第一人称视角去写的嘛 所以呢它对于怀疾的内心会描写的比较多 然后我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写到说什么 我走出那个长廊 然后看着外面就是天气也很晴朗 但是我的心却开始飘起了绵绵细雨 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 作者用那种文字表达出来的感觉 就是一下子让我自己也掉进去了 就是一下让自己感觉我的心里也在下面绵绵 我觉得其实差别不是很大 差别不是很大 因为对于怀疾来说就是 不管是在小说里还是这个剧本里的任务 其实最根本的任务就是一样的 对 我感觉真的是 我其实也不知道 对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其实刚开始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很有压力 我知道自己要演一个年龄跨度特别大 然后就是精力又这么丰富 内心又特别细腻的这样一个人物 其实我很有压力 因为我之前没有遇到过 但是怎么说呢 导演会跟我们沟通 然后会跟我们讲 会跟我们聊 然后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压力 对 怎么说呢 像这样的角色 我觉得你要从根本的 就是在从最 在生活中你就要去体会它 因为我可能14岁的那时候 我拍这个戏的时候啊 就是一个小小孩的样子 然后就是也特别活泼啊什么的 然后完全不像怀疾 但是我可能会想到在生活中 去找怀疾那样的角色 可能去强迫自己 对于一些事啊 然后稳重一点 沉稳一点 这样 对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如何在 在不那么流于表面的情况下 让观众看清楚怀疾的内心 因为怀疾来说 怀疾就是一个不会把 也不能说不会 他是迫于这个身份 然后迫于这个时代背景 他不能把一些自己的真情实感 就表现出来 对 但是怀疾又是一个特别细腻的人 他是真的能感受到这些感情 不管是公主的还是关甲 其他人对他的这种感情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一个难的点就是 如何 让观众觉得 怀疾非常沉稳内敛 任何的这种 事情啊 这种感情 他都藏在内心里 但是又能让观众看出来 怀疾现在在想什么 怀疾的这种细腻的情感 对 因为之前也是没演过这种角色嘛 然后一般都是 可能小孩啊 然后 某某的那个儿子呀 或者某某的上典时期 我觉得真的不好评价 因为 因为其实有时候看那个网友的评论啊 就我真的觉得自己受不住 因为其实我对自己来说 就是拍完那个戏来说 我觉得是完成了 但是完成的怎么样 我自己心里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底 我只是觉得 顺利的把这个戏 演完了 完成了 然后 但是我对自己 永远是没有一个评价的 但是我看到这个剧播了之后 有一些好的评论吧 我也会开心 我也会开心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要进步吧 还是要进步 有啊有啊 我身边的一些 因为这种 其实这种 古装证据嘛 然后讲述这种 长线剧情的 一般就是 像我妈妈呀 然后像我长辈一辈的 他们会喜欢看 啊 他们会喜欢看 然后看完之后呢 也会跟我说 哎呀 这个 边边演得太好了呀 什么什么的 我说 谢谢谢谢谢谢 我也不敢说别的 我一开始是拒绝的 我一开始是拒绝的 因为就是 怎么说呢 我跟凯文认识 有很长时间了 有好几年了 然后我们大概这是第六七部戏在一起了吧 啊 然后这是 但是他是第一次演我小时候这么一个角色 我太熟悉他了 啊 他的那种 这种表演那种什么台词的状态 我太熟悉了 但是让我去配他的话 我觉得 不知道怎么去配 啊 无从下手 啊 而且我感觉 会有点难度 可能观众 呃 如果不知道 那个凯文原来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话 或者不熟悉他的话 哎 可能会觉得我的声音 哎 跟他的这种 外表形象还挺搭的 那我就 我 我看来就是啊 我的声音跟他声音还能 还能 还能放在一起嘛 就这样 因为其实是想要一个这种角色的延续性吧 啊 因为就是 我们俩的本身的声音还是差的比较多的 对 因为他是一个上海小孩 啊 他说话的那种方式 跟我的说话的方式也不一样 对 所以可能导演想要一种延续性 可以找到我们两个演员 这种 可以有连接的地方 啊 所以让我去配了 就是我跟大家都一样啊 就是我也是去试戏 试上的 但是我之前是跟那个 开主导演 呃 我很小的时候拍过那个 战长沙 对 然后当时导演就 就就就知道我 就认识我了 然后之后也见过 嗯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再合作 嗯 这个戏也是呢 我去试戏 然后 当时好像 我记得是好像是 不知道一个 好像是另外一个角色 让我试着一个片段啊 但是导演看完之后 就把我 和我妈妈叫过去 然后就跟我们聊天 然后聊了很多 然后让我去看怀疾这个角色 对 可能是导演在我身 就是在我的表演 在我实戏片段 或者是 跟他聊天的过程中 能够看到怀疾的一些特质 一些地方吧 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最在乎的 其实是那个过程 对 其实结果对我来说就是 嗯 对 对我来说 过程更重要一些 啊 因为我是那种 就是 我会把这种事情 当成一个就是很 很奇妙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觉得特别有 有兴趣的一个事情去做 所以我在演戏的过程当中 可能也会很享受 这个过程 对 就比如说 演了一个 就是我们如果进组的话 我们会拿到剧本 然后就看一遍剧本 然后就说 哎呀 这个戏 到时候怎么演啊 这个戏太难了 都不知道怎么演 但是如果真到了那一天 然后去演完之后 哎 真的那种感觉 就特别 特别爽了 我会开心 会开心 但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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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事情 怎么说呢 就不能骄傲 就不能骄傲 得把它当成一种动力 就是我可能以后 呃 在拍戏的时候 会想 哦 现在有很多人 知道我 关注我 然后他们也 很期待我现在演的这个角色 所以 也是我动力的一部分 啊 对 其实我会介意 说话好不客气啊 我怎么 没有 其实 我想的是这样的 就是我还年轻 就是我还挺小的 我还没成年呢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应该 更多方面的认识我吧 然后 现在还不太 不用着急去给我提一些标签 也不用着急去定性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我 我现在的这个年龄 随时也有可能会改变 对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也不知道 我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现在还 不用太着急 嗯 对于演戏来说 对于角色来说 我也是任何角色 都想尝试的 因为对于演员来说 应该是任何角色 都可以演 那 他算一个好演员 清平乐这个戏 其实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转折 对 因为 我之前可能演的 都是一些 小孩的角色 或者是少年时期啊 这种角色 嗯 从来没有演过 这种相对独立的 这种角色 嗯 可能 这个戏是一个开始 可能以后 我会接到更多 比较有个性 比较复杂的 然后比较饱满的角色 对 还好了 其实 就是什么角色 我都可以去尝试 但是有一种 嗯 我想趁我这个年纪演一下 就是 嗯 可能会有那种戏啊 是展现这种 比较 怎么说呢 就是这种 嗯 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 青春期的 少年的这种 嗯 生活的烦恼啊 其实我们 我们这个年龄段 也有烦恼 也有很多烦恼 啊 如果有这种戏 来找我的话 我会很愿意去拍 就一直挺累的吧 就现在 就挺累的 因为 因为我慢慢发现 演员这个职业啊 他不是说你把一个戏演好 然后 你把这个作品 角色完成之后 就OK了 而是有很多附加的工作 啊 就比如说 你要配合这个宣传啊 然后去参加一些活动 什么的 啊 对 所以 之前可能 不会有这些事 就是 想的就是如何 把这个戏拍完啊 就完事了 啊 现在可能 想的事越来越多了吧 其实我也不避讳这些 就是 就是我觉得这个年龄 就应该这样 就是 我会 注定会有很多烦恼 啊 很多很多很多事 很多思考的东西 就天赋这件事来说 我还真不觉得自己有天赋 我只是觉得可能 我天生就是比较 不怕陌生人 不怕镜头的那一类人吧 对 但是其他的东西还是 靠后天 我觉得就是情感吧 因为其实有时候 怎么说呢 自己不觉得自己有天赋 对 然后 很多时候 真的是 是真情实感的 在演习 啊 对 就是有时候会 回复他们的评论 然后 去那个 粉丝群里边 说话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 就是他们的生活中 找到一些乐趣 然后找到一些 他们的这种 支柱所在 对 然后我觉得 其实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陪伴 还是陪伴两个字 对 因为 对于我来说 他们 也是一直陪伴着我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我们也是 一直在陪伴着他们 对 所以我希望 这种关系 还是比较 比较对等的吧 对 因为作为演员来说 我觉得 粉丝的一些话 也要去 也要去听 也要去看 其实我没有专业学过表演啊 所以我不对我说的话负责啊 我认为信念感 就是相信 就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演戏可能就是一个相信的过程吧 一个事就是 我们首先要让自己相信 要让自己相信这个角色 要让自己相信那个世界真的存在 这些东西 这些人都真的存在 要让自己相信自己就是那个角色 导演 也要让自己相信这个世界的存在 然后 这些包括美术 制景 化妆 服装老师 他们都要相信 而且他们也要让观众相信 对 我觉得 觉得就是相信两个字 对我本人 没关系 没关系 大家开心就好了 然后 那个反正我也在成长 然后 现在知道的 知道我的人也越来越多 所以总有一天 我觉得 我会一个更 更多元化 更多面性的一个形象 呈现在大家面前